潘先生在杭州工作 他在老家湖州安吉的都会里小区 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 打算给父母住 将来自己退休后 也方便回去养老 潘先生说 去年年底房子交付了 准备装修时 发现卧室的设备平台有问题 发现这个空调长不进 事外进来 它这里封了来 这里封了来 外面这里玻璃封了来 那边也是封了来 没地方长进去了 这个空调 潘先生的房子在10楼 从楼下往上看 这一列百叶窗的位置 就是卧室的设备平台 他说 问过几位空调安装师傅 需要人先爬过去 拆开百叶窗 把空调外机运过去 放到设备平台安装起来 再把百叶窗装回去 可问题是 可以工人爬进爬出的窗户口 距离设备平台有两米左右 安全绳没法彻底固定 没人敢接这个活 掉机掉进去 可以放进去 但是里面管子要改 改管子里面还有两个水管 他要改管子之后 掉机掉机 以后的维修 空调不能保证它不坏吧 小区物业的陈经理也来上门查看 他说房子北侧 有两个足够大的设备平台 可以放下这个房间的空调外机 它这边是厕所嘛 它的内器呢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以后呢 这里打得动 这里打得动过来以后呢 它就把这里有个设备平台 这样呢 就放到这里来 就放到这里来 也许呢 潘先生也许会增加个两三米的管子的钱 潘信任表示 管线加长花不了几个钱 但他想弄明白 这个设备平台到底有什么用 当初设计的时候出于什么考虑 陈经理把潘先生的疑问 转达给了开发商 胡州海家建设发展永性公司 开发商让小区工程部的张经理来回复 我刚跟设计沟通过来 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就是一个赠送面积 如果我把它包到房间里面去的话 那我这个地方就要算面积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是75方的户型嘛 就是要超这个面积了 如果小业主想用呢 下面有几户呢 它砸掉也能用 它不用的话 因为我们设备平台就是放在北边的 张经理表示 房子北侧也就是卫生间外面这里 特意多做了一个设备平台 就是给这间卧室用的 如果潘先生想要使用卧室那边的设备平台 可以把墙面敲掉 潘先生告诉记者 这个设备平台分为上下两层 隔壁一户人家用下面层 他家的在上 这么做肯定得经过隔壁业主同意 可对方因为这个设备平台的问题 还没有收房 联系 沟通 协调 这些来来回回的麻烦事 不该他来承担 他会继续向 属地建设部门反映问题 1818黄建记者 胡桌报道 这里建设部门 语外联系 nuit